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雨球密碼 阿哲有沒有發現我身上衣服怪怪的 難得換品牌了 OK吼 好啦 今天要來講這一集 相信大家已經在我們的臉書上 跟我們的IG上一定發現說 我們其實這次有跟勝利合作啦 OK 那其實我一直以來秉持的理念就是 東西沒有好不好 只有適不適合 就是因為這樣子的話呢 我也了解到 其實東西是沒有所謂的實權實美的啦 OK 只有你適不適合而已嘛對不對 而且不一定越貴越好 對 也因為這樣子啦 所以我常在頻道上面幹狗啦 幹狗時間 欸這個比靠貝比丘還好用欸 欸自從上次來狗完那個勝利55週年之後呢 我還以為我們已經變成勝利結言體了 阿哲 沒想到 欸 勝利你很敢欸 直接找我們業配 蠻扯的 像這種要求我這輩子沒見過 欸我們反思而行啦 OK 你看喔 我們罵他 他竟然會改進 而且還在找我們業配 我覺得蠻不錯的 下面留言也想到 喔 勝利解決不了問題 就來解決那個 搞出問題的人 哈哈哈哈 好啦我相信啦 我們的幹狗時間呢 也得罪很多人啦 也可能得罪了廠商 得罪了店家 得罪了觀眾 我跟你講啦 得罪那麼多人 我也對你們很不好意思啦 但相信我 我也是不會改的 DRIVE X10 META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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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話不多說 進入外觀介紹 我們今天要介紹的就是這一支 DRIVE X10 META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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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特別強調要講到 全名就是 DRIVE X10 METALIC METALIC 就是這一次加入一個 非常厲害的黑科技 這個等一下我們開箱的時候再講 那這一支在介紹這支球拍以前呢 我們要來好好介紹他的上一代 阿哲 對上一代有沒有什麼概念 王子為代言 其實這支球拍 說實在沒什麼特色 對不對 算是第一支 搭載FRECO 第一支搭載FRECO 沒有錯 就是那一支球拍 那球拍一開始出來的時候 我會說 當然我們那時候有開箱嘛 而且開箱是我的球拍 對那支是阿哲買的 為什麼特別提到9X 其實我覺得9X這個東西 我覺得9X是一支蠻好打的 蠻好上手的球拍 對 而且我那時候選的是3U的 因為這支球拍 這個系列主打就是平衡控制嘛 全面型的球拍啦 OK 而且他的拍光設計也特別不一樣 好 話不多說 我們來看外觀吧 好 從外觀方面來看的話 喔 這個設計蠻屌的 阿哲 我說真的 OK 這一次的設計 整體的配色是以這個 天生籃子 對深藍紫色啦 OK 然後呢 旁邊呢 有加入一些 塗鴉式的這個 橘色 還有一些黃色 還有一些紫色 來襯托這個整體的線條 其實我覺得這個設計跟那個90K2 龐克塗裝有點像啦 這一次比較偏塗鴉風一點點 那其實在拍框這裡面還有一些 做一些細紋 有看到嗎 這裡 有做一些細紋 喔 我覺得算做的蠻用心的啦 然後咧 這個藍色 喔 有沒有看到那個上面的珠冠烤鞋的效果 有看到嗎 欸 我覺得這個算勝利還蠻用心的地方 欸 有罵有差勒 阿可 對不對 是不是 然後再來是 欸 整支球拍上面所有的字體 都是有經過設計的 OK 整支球拍上面的字體喔 你說拍頭這個 Metallic 然後旁邊這個DX DX 這個這邊有沒有 DX10 然後這邊這個 Metallic 這邊 全部都是有經過設計的字體 欸 勝利 應該給設計師加雞腿了吧 對不對 這個應該要加雞腿 而且我跟你講 這支球拍最特別的地方在哪裡 你知道嗎 這個外觀來看 你有沒有發現這個最特別的地方在哪裡 阿哲 You show me 嗎 哈哈哈哈 看到沒有 其實勝利很有誠意喔 好看完外觀介紹之後呢 我們現在進入的是 科技介紹 在科技介紹呢 這個拍框呢 哎呦哎呦哎呦 不得了啦 阿哲 這個拍框有什麼名字你知道嗎 Dynami Hex 動力流體六腳框 然後再來是咧 這個什麼 Rebound Shield Rebound Shield 那個 彈力盾科技 還有這個 Twist 螺旋拍框設計 再加上這個 6.6的中管 還有懸浮握柄 你其實聽起來沒有很厲害 其實就跟九叉差不多 哈哈哈哈 幹餃時間 欸欸欸欸欸 沒有那麼提早這樣幹餃時間的啦 白癡喔 不行這樣子啊 欸 但是我跟你講 你說跟九叉差不多 好像也沒有說錯 但是我跟你講 這一次加入了什麼 厲害的東西 它為什麼叫 D-Drive X10 Metallic 顧名次就是 合金嘛對不對 這一次的中管 你有看到露出這一節嗎 阿哲 有看到嗎 這一節的用意是什麼 炫技 炫砲 哈哈哈哈 完全沒有意義 那就是說 呃 它的中管這一次有加入了這個 合金加碳纖維的技術 讓它變成一個合金碳纖維的中管 哎呦 有沒有厲害 欸這一點也必須好好稱讚一下勝利 而且我也要證明我以前真的是勝利的鐵粉 你知道嗎 阿哲 你說這次這個合金中管已經很厲害了對不對 以前的 石墨烯科技 其實那時候我就從石墨烯那時候 我就覺得很厲害了 他把勝利的那個球派的中管 加入石墨烯科技 讓力量傳導跟 硬度有提升 所以那時候 尖峰正在城 就是用那個石墨烯科技 非常有名 再來換到什麼 那種旋風21 那個球派有露出一節碳纖維在外面 那個好像是用螺旋碳纖維包覆 讓那個中管的彈性更好 再來呢 到後面這個懸浮握柄 這個也是他們在設計上突破的東西嘛 然後再來到力量環 還有到加大的力量環 我都非常可以接受勝利在做這些改動 我覺得這一點是要好好稱讚他們 因為他們敢去突破嘛 沒有人搞到這種東西 以前有碳纖維握把我知道 可是他沒有人搞到這種懸浮握柄這種科技 在裡面加入了一些很多元素的變化 有點像改裝車的概念 可是要敢這樣嘗試就必須燒滿多錢 我說實在的 而且也有可能被 好紅啊 就像這個全服握柄 我覺得他是一個非常好的設計 但是呢到後面就是有點沒有弄好 有些人是腳椎 像我遇到腳椎的問題 有些人遇到敵愛會脫落 但其實我去問勝利 他們是跟我說 他們為了這件事情已經更改了三次 他們一直有在改 我跟你講 罵了不改就有問題 罵了會改 還有就值得加獎 好再來是規格介紹的部分 在規格介紹呢 唉唷 這一次有分3U跟4U 3UG5 4UG5 都是G5規格 然後耐棒程度呢 3U是29磅 4U是28磅 跟9X一樣 偏低 如果以勝利歪歪來說的話 算是正常的範圍 然後再來是 他的定價 嘿嘿 來到了7500塊 偷偷漲500 沒有啦 之前帶自己那一球拜才7500 上一支那個亮劍7000 然後李俊慧6500 他肯定垮到7500 然後9X那時候是7000 偷偷漲價喔 被我發現了喔 話不多說進入試打階段 試打階段 我跟你講喔 會讓我試打階段打斷線的球拍 就代表說這支球拍 是讓我非常喜歡的球拍 我才會做這種事情 我會把線打斷的球拍都是 我在打球的時候 相對會要求他多一點東西的時候 我會去做一件比較極限的發力跟極限的測試 他才會斷線 好啦這次什麼設定 N6531 N6531 欸欸欸欸欸 人家有給錢 不要怕 32磅穿下去好不好 這穿斷也是有點心痛 因為上面有1米球密碼 但上面有1米球密碼 對 都會把中管鋸下來 這支球拍最之前就是個中管 我試打的時候斷線了 但是呢 我先講為什麼會斷線 因為 這支球拍讓我拿到手 我試的是四育兒球拍 四育兒球拍呢 是大家比較可以接受的 所以我會喜歡拿四育兒球拍 好爽喔 我這個殺球也太爽了 好久沒有這樣盡情的殺球了 阿走 殺到之後 殺完之後 脖子都拉到了 搞屁啊 這支球拍真的蠻特別的 就是它的中管真的是 非常有感 難怪是你敢來找我們開箱 我覺得這中管對我來說 非常有感覺就是這個中管 因為拍框以前在韭菜上面 就達到這種感覺 就那種很穩定的感覺 很好控制的感覺 但韭菜的中管就沒有像 他這一支的韭菜這麼高 這支韭菜的韭菜 比韭菜再多高一格 幾乎已經接近滿格了 OK 這個中管韭菜算蠻高的 那我打起來的感覺是 我覺得這個合金碳纖維 中管給我的感受是 他說是 快彈嘛 然後我就是快彈 再加上一點穩定度 所以它的整體的指向性會非常的好 就比如說 拍框的穩定度加上中管的指向性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拿過的球拍 一拿起來就揮就知道 說是球拍好不好打的那種感覺 有些硬的中管的球拍 我自己最有印象就是風雲八百 還有那個 90K一代 拿起來就覺得 喔 這個球拍怎麼揮起來那麼直的感覺 好像不會彎的那種感覺 球拍好直喔 一拿就知道 這是我的菜 耶 難怪勝利敢來當我們開箱 可惡 拍框雖然說沒有做到破風 而且算蠻厚的光線 這個螺旋這個東西呢 我一直都存在有一點疑慮在 這種結構上的變化 讓我覺得說 是不是他真的有這麼好的效果 但是我覺得啦 我覺得整體就是 拍框給我的穩定度 跟中管給我的彈性加指向性 這兩點會讓我在打這些球拍的時候 非常安定 而且打起來的感覺是很紮實 我對這些球拍體驗非常好 好 差不多要說到進入 蛋蛋 爛爛 觀眾最期待了 欸你不要以我前面講的這麼大話 我就會放過你 好 不管我們有沒有接配 我們就一定要 幹 調起來 對不對 我看來破音 這些球拍的時候 我覺得3U跟4U的球拍 拿起來都比較屬於 比較偏成熟的狀態 就是比較沉一點 雖然說他的偏一點 我覺得不會到高 但是就是 他的打起來 整支球拍的重量 會讓你覺得蠻沉的 那因為他也比較歸類在 高手階段 就是說他這是屬於 高階球友或中高階球友 在使用的球拍 我自己的感受是 我拿這些球拍會很容易沒力 怎麼一直把我的力量給吸走的感覺 一直害我一直想用力 怎麼那麼好用力 讓我一直想用力 沒力了 手沒力了 OK 就有這種感覺 代表說你能力不夠 你已經被手上的武器操控了 他打起來好打 可是就是很消耗我們的體力 因為畢竟我們也不是高階球友 我們是靠北與球 認真的業餘球友 對不對 靠北與球嗎 沒有沒有不要這樣子 這個在勝利這件事情 我覺得他們做的還不錯 他們在他們的行銷上面寫什麼 你知道嗎 能力越好 越能發揮出這支球拍的特性 完蛋了阿神 那你的能力好像 靠北與球 業餘認證 哈哈哈哈 哭阿 但其實說得再來 打完之後 我是覺得雖然他拿起來是有負擔 可是打完之後 對手的負擔其實倒是還好 那疲勞感累積應該是 莫名會比較快一點 會有點像溫水儲青蛙的概念 你知道嗎 對就那種感覺 應該我覺得FRECO 也幫他加了蠻多分的 就是說他打起來的穩定度 再加上FRECO的減震 會其實會 讓你的疲勞感不會那麼重 可是不知不覺就 啊我已經疲勞了 你忘記了 好第二個要繳什麼勒 你看看這個 這個漏這一節 我跟你講我去打球的時候 不知道人還以為說 欸蘇家那這個球拍幹嘛貼那個 是怕人家知道上面有綱號 我說沒有 他來的時候就這樣了 欸我覺得這個真的不好看 可是我也知道為什麼他想要這樣做 就是前面有提到 就是他就是感覺就是想要炫技 就是讓人家知道說 我這些中管呢 就是有加入 合金碳纖維的中管 那就我所知啊 我去問了 聖地那邊 他們是說 這個型號的球拍 就是全部都會有這個東西露出來 就讓人家知道說 我的Metallica就是有露出來的 但是重點是 我覺得這個東西不好看 欸它上面呢 有很多這種細紋 喔那個感覺就不太那麼美觀啦 然後再來是上面呢有一些 那也不是裂痕 那也就算紋路的感覺 我覺得比較像是那種銀漆 然後乾掉的時候 就是那種 就是有紋路的感覺啦 聖地那邊是有跟我說 這個是 合金跟碳纖維融合在一起的時候 會自然產生的紋路 他是這樣講啦 但是我看起來是 有點疑慮啦 但是管他就是這樣吧 我覺得就讓什麼人知道 阿德 汽車的皮有沒有 做久了是不是就會有紋路 你知道嗎 阿久了這個紋路會不會裂掉 我不知道 會不會變更大 對對對 也不知道 所以這個東西有待疑慮 所以我就先在這邊 那如果之後呢 真的剝落下來的話 還是怎樣又裂掉的話 我們就再補一起幹狗實踐 以前我們那個角錐 是不是都會掉掉漆對不對 勝利就是因為 角錐掉漆的關係 所以才把這個角錐 改成那個沒有烤漆的角錐 可是我覺得那個還好啦 對我來說 每一間的角錐都會掉漆啦 那個角錐掉漆誰都會掉漆啦 有那個不會掉漆的球盤 有 欸我的風影八百沒有掉漆 我的風影八百真的沒有掉漆 我說真的 可是那個有時候 你歐把布黏在上面撕下來 就要掉漆了 還要甩 根本就不用甩 欸這個會不會 有時候歐把布在上面撕下來 會掉漆 這個我們也不知道 就是有待觀察啦 OK 好再來我剛剛有提到 我記得這支球拍 拿起來非常的成熟 那這邊他有做3u跟4u 欸以前九X 也是做3u跟4u對不對 3u跟4u而已 我跟你講 這已經嚴重呼籲勝利 你如果想要這支球拍賣得好 這支球拍 我覺得可以出5u的 就像90k一代那時候是不是3u4u完之後 還有出一支5u的 而且還做小廣烤器 但是他只有特定店家才買的到 我覺得這支球拍如果出5u的 大眾比較能夠接受 我覺得大家會接受 就是讓大家可以體驗到 欸高階 雖然這是屬於高階球 但是你把中央做輕一點 我覺得 欸唷 應該不錯啦 我覺得這個可以做到5u的球拍 再多個規格 讓人家有多一點選擇 也可以讓人家體驗到這個新的合金科技 好 又到了觀眾 非常喜歡 也是大家很受歡迎的 就是PK時間 什麼是PK時間呢 我們會把相同品牌的球拍 來跟這些做比較 還有其他的品牌 來跟這些球拍做比較 看你原本打什麼球拍 比較適合來打這支球拍呢 首先呢 跟自家品牌比嘛 9X嘛 對不對 9X的話呢 如果你打9X 覺得你的9X 好像很軟呢 攻擊性不夠了 不想再控制這球拍 想要再暴力一點 想要再新一點 想要再貴一點 呵呵呵呵 10X是你也好防守 OK 10X這個中管 喔 這個我喜歡 既懸浮握屏之後 我又再更喜歡這個 6.6的核心中管 好這台YY呢 你要怎麼比較呢 其實這台YY也沒有核心中管 他們只有細中管而已 那我覺得這支球拍 打起來感覺 有點介於 88D Pro跟NF800中間 它有NF800中管管硬度 然後但是它的頭 的框形呢 又很像88D Pro那種感覺 就是有一點穩定度 但它沒有到頭那麼重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這有點像 NF800加88D Pro的綜合體 好在理您方面的話 這支球拍比較像什麼呢 像雷霆系列的球拍 遠遠的框啊 細細的中管啊 OK 打起來的感覺 如果你是喜歡打90龍虎 或者是雷霆100的人 你可以來試看看這支 其實可能不會像90龍虎 頭那麼重 可是中管的軟硬度 我覺得比較相似 那打起來的穩定度 會比較好一點 好說了這麼多 感謝這一次的乾爹 OK 勝利體育 提供產品給我們來做開箱 也感謝你們相信我們的能力 那 我也不要讓人家覺得說 我收了這一筆錢 所以我就替勝利講的話 並沒有 勝利有提供了一筆金額 給我本身 還有我們的頻道 但是我沒有把這筆金額留下來 我這邊就把它換成 OK 就是兩個勝利55週年的鋼杯 還有那個A970 李子佳腳上那雙鞋子 兩雙 然後一支的背包 我忘記那背包的型號是什麼 然後還有一支球拍 那球拍呢 有一支DX10 那 Metallic 球拍 然後球拍呢 我們現在已經有300會員 300會員我們再多抽一支 隨便兩支 我跟你講快要400個 400個我再多抽一支 我總共抽三支 我全部東西都給你 我只有留什麼 我就留這件衣服啦 還有留什麼 留這兩支有羽球密碼 剛好的球拍 因為這兩支抽給你們也沒意義啊 這個已經過保了 這個也沒有保固啊 還是你們想要抽這個 留言抽起來好了 這樣好不好 我把勝利給我的福利都還給你們 反正會覺得我們收錢 你就要碰人家講話了 你就 就還是會這樣覺得嘛 你就幫勝利啊 你信不信我們要上咖啡羽球了 欸 柳屁屁葉配王 最近又接了勝利了 又在那邊吹了 好 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呢 記得訂閱我們頻道 追蹤我們IG 還有到我們的臉書 粉絲專頁點贊 你看我真的蠻喜歡 55專頁這個IP的 55專頁的衣服這個設計 你看得到嗎 下去 好險還夠瘦 不然那個勝利的衣服 最大SIZE都穿不下了 好啦 掰掰